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统 总统府周围们一条大道 全塞满了黑山区 他们和陌生人肩并肩的席地而坐 高举手机 让LED灯肩并的散发空理想光源 从第一处往高空运散 和伴们一样感兴趣 热烈音声 让人几乎忘了前一晚上的风云归 逗带的雨珠强风狂喜 立法院外许多进座的同学 纷纷冲进了棋楼帐篷夺雨 还是被淋成了落塘期 青岛东路上静坐的人数 瞬间的锐减 一场里林飞凡即使没被雨攻 听着雨声滴滴答答 心情也难免乌云照顶 我当然会担心 但是还是会担心一些事情 比如说会不会有些突发的状况 对 或者说会不会有些个别的个人 或是一些团体来闹事的 土方也透露出不寻常的讯息 明明告诉记者 早上十点半要开记者会 竟然一言再言 马总统下午还特地到 国民党和党籍县市首长开会 但没想到郝隆斌和朱立伦 双双缺席 显然不愿意躺这场昏远 记者会从十点半一路改到了 晚上六点钟 将近八个小时 流言肥语开始在学生们 暂取的大约发酵 有人说林斌凡和中年院的 副研究员黄国昌 已经和几位大学的校长密会 打算要和平费成 我们两个 今天一整天 甚至昨天 前天 大前天 大大大前天 完全没有跟任何人 是任何的这个校长会面过 我们可能对话的这个信任基础 现在这些信任基础 已经完全被总统府给摧毁 用这些小动作 并没有办法化解僵局 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没有互信怎么对话呢 一个小时过后 总统召开了这场 迟来的记者会 我们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 法制化 对于已经签订 并且已经送到立法院 审议的协议 可以同时进行审查 总统说 他听到了同学们的声音了 还特地去看了 网络上的懒人包 学生们的四项诉求 他原则上回应了三项 唯独最关键的退回符帽 总统说 他树难从命 马总统 也没有具体承诺 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 可能 禁止沦迴 并止行政命令 大家不认为 马英九讲的回应 是实质地回应了学生的要求 因为他没有 针对问题的核心来做 来做解决 只不过就是念念条文 举手就通过了 不是真正可以让大家 真正讨论 实质修改 或者上所预言的一个审查 只有马英九不知道在赶什么 急着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明天的抗争 不会因为这些犯话 挑拨火黑造谣 而受到任何的干预 学生坚持要上凯道 立法院行政院的攻占事件 应见不远 面对黑山军330的动员力 马政府绷紧了神经 全台湾最精锐 最强悍 最神秘的黑衣部队 进驻到了总统府 甚至有传言 群众一旦失控攻进了总统府 不排除动用了塑胶子弹 很多家长担心到 一夜不成眠 急着想把孩子劝回家 即使军方澄清绝无此事 但耳语流窜 已经让现场的情势更加紧动 你自己本身也在那一天 接到的恐慌件 其实那之前就已经有接到 这样的确实 对 不过因为那些东西 我觉得也都太个人了 所以我也觉得 其实没有必要去过度扩大它 因为扩大它反而会造成大家恐慌 对 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大雨就这样下了一整晚 后来多少人呢 谁的心里都没个底 我们现在在青岛东立法院的现场 就可以看到 越晚这个人事越聚越多 一跌中高铁搬车道 一大群黑衣人潮涌入 连刷车票都来不及 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娃娃车 带着小朋友也来参加 是要重审福茂 一大早台铁 高铁 以及各捷运站的出口 都出现了黑潮 往凯道集结 从空中俯瞰 犹如是蚂蚁熊兵 下午一点半 凯道附近已经集结了 将近两万黑山军 然而此时此刻 路边也开始出现了零星的白点 孩子们 回家吧 穿着白色T恤的白山军 沿街互呛 要求同学们赶快回家吧 你们不能因为你们是学生 然后要得到大家的谅解 现在景俊对你们已经不谅解了 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老公是下一个倒下来的 没有一个人不怕 每个人都很怕 景俊的眼泪 要安定的诉求 寡不敌众 被反黑箱争民主的黑潮给吞没了 黑山军持续了集结 下午三点钟 黑山军暴增即将冲破了十万大关 忠孝西路上的天桥 像是源源不绝的供应链 在中山栏路上 忠孝东路上全塞满的人 自然溢出到了信仪路 仁爱路 以及罗斯福路 甚至是公园路 马英九这样子的回应 如果社会大众 是认为说真实的回应 说那学生的要求已经达到了 那学生就没有正当性了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低估了 这个运动 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数 因为实际上我们一刚开始 预估大概是十万人 那结果没有想到 整个游行的 整个集会的人数 已经超过原先的预期 而且超出非常多 传回来说 外面已经到十五万了 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 在立法院留守的学生 士气大振 林飞凡 陈维廷松了一口气 手中脑中的讲稿 和战友们再三地讨论 分析一口气 他走进了立法院 一奔抬道 陈维廷一现身在一场外 立刻被满满的黑山剧包围 受到英雄式的欢呼 我们跟警方有先 跟中正一分局有先做协调 那先做协调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可能直接从人群当中 直接从立院走到凯道 的原因是因为 一方面是当然跟先前收到的 董会检讯是有关的 那二方面是说 我们如果这样子走过去 反而会造成很多的状况 群众可能会到时候又 整个都尾上来 那很寸步难行等等之类的 那可能又会变成是 我们好像在 我们好像 刻意营造一种英雄的 对 我也不希望是这个样子 我们选择跟警方配合 然后搭他们的 这个远禁的车辆过去那边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反倒是比较好的 陈文婷带着笑容 情绪激昂地走上了台 当年这个在各个社会角落 为公益冲撞的那男孩 今天成了独当一面的学运领袖 我们已经在这边 在立法院占领13天了 老实说 在冲进去的那一天 我从来没有想到 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这里方看到这么多人 这13天里面 我们在议场的很多同学 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同学 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 很多人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 可是在那个里面我们所面临的 是24小时的媒体的轰炸 各种资讯不断地进来 我们所面临的是警察可能随时的攻坚 我们所面临的是政府一再地抹黑 分化或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民众 可是这些我们都已经撑了过来 也曾经有过丧失信心的时刻 当我们在宣布礼拜天要来上凯道的时候 有好多同学跑来问我们说 委婷 委婷 非凡 非凡 如果人很少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让他人多啊 不让丽苑放空城 陈维婷和林非凡轮番接礼 五点钟林非凡走出了异场 脸上带着从容自信的不笑 她举起了手加油声 如雷贯 HB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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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同學 所有夥伴 大家辛苦了 大家好 很多夥伴 都說過 好想回家 但是我們 沒有離去 堅持下來了 把國會守住了 當你站上了台 看到滿滿的五十萬的黑潮 我相信你當時心裡 應該是很激動 那是你第一次面對這麼多人 發表公開演說 第一次 剛開始只有寫講稿的 那當然我寫的講稿 我不是只是 很潦草的把一些重點想說的話 重點記下來 那不是一個很有組織性的 完整的一篇講稿 我們的行動 已經創造了 台灣歷史上 永遠不可能抹滅的一頁 這場行動 到底來了多少人呢 警政署說十一萬六 學生估算至少五十萬 甚至有媒體估計高達了七十萬人 無論多少人來 已經展現出 我們就已經寫下歷史 有人說夠了 學生們可以光榮退場 但這一群年輕熱情靈魂 不願妥協 就怕一旦退場 一切成功 因為他們靠著彼此的肩膀 繼續的堅持奮在未來 留下你身旁的七個夥伴的電話 明天上午 排好頒表 到國會報到 再一次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我們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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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們已經在議場裡面 我們會持續在這裡堅守 我們持續在這裡堅守 呼籲大家加入我們的行動 讓禮拜五的約會 他開不成 快 快點一個頂號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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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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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們注意前面 注意前面這樣 注意前面這樣 先回去 大家 慰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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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4月2日 進來第幾天 我現在時間有點錯亂 這應該是第15天還是第16天 我覺得在裡面的時間感會整個錯亂 因為24小時燈光日照 就是那個燈光是不斷的照射 然後我們每個幹部睡覺的時間都非常短 大概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而已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你的时间刚好开始戳乱 所以有时候一觉醒过来 你看到天花板是异常的天花板 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 就是你会 我觉得这样有点不生死的感觉 但我觉得整个会像一个出门的世界一样 就是所有摄影机24小时对着你 然后你在这里面一举一动都被受关注 然后你在这里面完全毫无任何的隐私 然后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就是 可能很多的媒体或是伙伴在旁边 然后他们可能有的人还在工作 有的人还在 有的人还没睡 还有的人刚要睡 那我觉得 那种感觉有点荒诞 很不真实 这种荒诞又不真实的改变 竟然就发生在一席之间 一个26岁的林家大男孩 顿时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 媒体聚焦的学运领袖人物 我们在占领国会的行动当中 对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 民主制度提出了最深刻的反省 你当初有想到会进到国会来吗 会进来这么久吗 当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站国会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分了三路 那有一个比较缜密的计划 就是我们分三路进攻 那这三路的同学 大家都已经联系好 什么几点几分时间点 确定好 这是我们详细 当然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你们没有用手机联络 没有 OK 你们担心被监听 然后都是用口语传播 对 我听说 韦婷那天下午还在拉人是吧 对 那实际上是在整个下午 其实大家都是在找兵买马的阶段 就是在不断地在找伙伴 大家一起进来 对 所以那整个下午 大概都在处理这些事情 马尾 下来 晚和那 好 杜生济 太恐怖了 加油 不要上 不要上 一二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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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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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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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我們要這個地方 請對 我們今天 去那邊 當然我們沒有想到的是 我們能夠成功地攻進到國會裡面 雖然我們那時候目標是要進戰國會 但是我們沒有料想到 我們可以順利地在30分鐘之內 就攻破國會 對 那進到國會之後 我們也沒有想過說 我們會在國會裡面待那麼久 因為一方面是我們認為 其實我們當時候想像 我們在第一個晚上 很有可能就會被警方 全面驅逐出去 晚間10點多 從沛里市其他警局調來的支援警力 陸續改造 眼看著警方攻擊的強度不斷地升高 學生總指揮林非凡透過了麥克風 向警方的現場指揮官喊話 他一人還有一個手握的手 手握的手 手握的手 每個人都手握的手 把任何一個人抓出去 你今天要付出代價 我們在這裡向你宣布 平安然把照顏的東西 來 進到一邊抓要回一個人 外面青島東 正來一些民族 都在裡面衝 你們現場指揮官 他一路做決斷 五分莊內 製造人 我們外面的民族 林非凡他沒有虛張聲勢 此時場外聚集的學生和群眾 人數可能已經將近6000人 打探訊 千娜 當第一個晚上刺破型環 強烈的攻堅 我們就把他抵擋下來 對 那其實也正好證明 其實這個國家體制 是相當的不完善 在這裡面其實公民的力量 是非常的強大 我們不要推警方 我們不要推警方 大家手勾的手 警方請立刻住手 警方請立刻住手 所有人停住 所有人停住 全排的朋友請比我努力安靜 手勾的手 我們手勾的手準備一下 手勾的手 各位 明明日報剛剛最新的新聞是說 警方三度三波的夜行失敗 剛剛是第四波 剛剛是第四波 你覺得你那天封信國會的成功因素 是什麼 成功的因素我想 最主要的 就是 就是他完完全全 就是我說馬總統 他完完全全把台灣社會的 這個社會力激發出來 他完完全全激怒於台灣社會的公民社會 對 那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面 成功攻占國會的力量 就是因為那股民怨已經相當的沸騰 所以在我們成功進到國會裡面之後 外面的這些公民朋友迅速的集結 是我們能夠維持祝國會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別讓我們去看一看 我們可以看幾條 警察看我們 天亮 學生們守住 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構 第一次遭到狂戰 就是他所謂的國會跟他在一起 你的家人是從電視上面知道你進到國會嗎 對 OK 第一通電話 風華電話是嗎 你是打給誰 打給爸爸還是 打給媽媽 我第一通電話是打給我女朋友 OK 你怎麼跟他說的 最主要是跟他說就是現在不用擔心 當然那個時候的感覺是 不知道 不知道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 大學認識交往四五年的女朋友 是林非凡生活的重心 她的朋友常笑她 不是在搞學運 就是在談戀愛 抱歉啦 愛人啊 不等不等去看電影 觀眾我 走不開腳 我要去退空去乎乎乎乎 攻入國會的第一天 林非凡在臉書上的第二篇發文 就是跟女朋友抱平安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她的反應呢 她的反應當然就是希望我能夠注意安全 對啊 那當然也是有點擔心 對啊 對 你的父親呢 我父親知道的時候當然是就 他還是很支持的 因為我爸本來就比較 比較支持我做的事情 對 那他不會干涉我在所做的一切 你覺得你接觸學運動 社會運動 受到你父親的影響很大嗎 算滿大的 對 因為我爸本身 他雖然沒有什麼政治的背景 也沒有參與過什麼樣的社會運動 但是因為他其實他是學經濟的 那他對政治有一些關懷 所以他的政治敏感度其實是蠻高的 你也有煩壟斷了 對 但是他壟斷的 他壟斷一定要定義出來 沒有辦法說我們去定一個 定一個什麼 試占力不能超過多少 他才就壟斷 在這個表象的試占力底下 他可能早就已經是壟斷了 因為他受誰的指揮 那你想那東西不叫做壟斷 你想那東西那時候操控 那個已經控制了 對 那從小其實會跟我們討論一些公共議題 然後 從你多小的時候開始跟你討論公共議題 我有記憶以來 就都在討論這些事情 你有記憶去小學嗎 小學時候 我很少去看 只會八點檔檬劇劇 對 或是偶像劇等等 或是綜藝節目 我很少看 卡通我也很少看 小秀就很少看卡通 對 但是 當我爸在看新聞的時候 我會跟他一起看新聞 對 來 手刀完 快點 你不要在那邊叫我總招 來 你這邊蓋子 講話 蓋子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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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父子亦是亦有的 在客廳 在餐廳家裡每個角落 都有他們交流切磋的身影 林飛凡尚有兩個姐姐 家裡頭就這兩個男生熱衷正直 林爸爸經常牽著抱著林飛凡 穿梭在各種的選舉場合 還可以坐在肩膀 沒有小嘴巴 我爸是鐵桿生女 應該是說 會用一些支持的行動 去幫助台灣獨立運動 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 可是沒有行動 可是我出錢啊 讓你們出力啊 你會覺得新聞距離你很遙遠嗎 在你那個年紀 在那個年紀 當然你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你跟你的同學會格格不入 比如說他們關心的可能是 現在最流行的這個卡通是什麼 我最近現在最流行的漫畫是什麼 但是那些東西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能比較怪 所以我對那些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 OK 所以你的童年跟別人的童年很不一樣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扭曲啦 沒有那麼扭曲 沒有那麼... 就是說我還是會出去玩 還是你喜歡的東西吧 你喜歡 我還是會...我也會打運動 我也會... 我也是會出去玩 對啊 打球什麼 跟朋友交精英球等等 這些都有 對啊 那我覺得唯一一點不同是說 我對實際跟政治的敏感度 是比較高的 從小學的時候就開始了嗎 那你記得你小時候 想要講爛以後做什麼嗎 我小時候曾經有一度想要覺得 我應該去學生物 然後很想成為一個自然科學家 但是我後來念的是社會主 因為我數學很爛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 小時候很多各式各樣奇怪的幻想 在這麼多奇怪的幻想裡頭 包括了有一天會衝進立法院嗎 有沒有人有法律問題 不能衝人 會衝人 會衝人會有人說他會被警方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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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階段 從此 林飛凡他更加積極 投入社會運動 他成立了學生社團 林二社 取其台語諧音 空隱的異屬 社長必案 社長必案 立即休法 立即休法 居民問他說要不要辦停證 要辦或不辦的時候 他突如同一句 依法辦 這不是馬英九常常 用來當口頭禪物嗎 對 這不是整個台北 這種在台北的這些 政治的這些政客 是你們現在用的語言嗎 對 台南的這些官僚學會 民進黨的這些官僚學會 父親是鐵感勝率又怎樣 林飛凡他獨立思考 眼中沒有藍綠 哪裡不公 哪裡去 我是那個大大 英九新校的外長 我叫林飛凡 當其他同學在玩社團 在談戀愛 在聯誼的時候 林飛凡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街頭忙簽署發傳單 他趴在地上畫海報寫文聲 從事社會運動或學運運動 有一種熱情跟理想的心事 值得我們敬佩的 多管閒事可能有一點 對啊 滿愛多管閒事的 對啊 你說到 是不是一定路間不頻繁到強度 小時候其實 這樣的機會也不多 對 但是我覺得 可能多少有一點 多少有一點這樣 個性 我們是我們的夢 我們有我們的活享受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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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對我們來講 所有的運動幹部要想的事情就是 我們不會去思考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要離開 警察隊了… 警察隊了… 這個問題說真的 還是必須回到華政府身上 他們必須去思考 他們什麼時候 要達成同學們的搜尋 跟大陸簽的這些協議 對台灣來講 全部都是力大有病 這對台灣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們不可能撤回除茂 撤回協定院 然後重啟協助 這對台灣人所說的 目前看來有任何對話的空間嗎 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看法節目對話的空間 是越來越小 他這幾天態度 其實實際上是非常強硬的 他對於退回福茂的訴求 是說就像結婚一樣 我們結婚之後可以離婚 但是不可以修改 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荒謬的評語 那但是他這也… 就是這樣的說法也要 跟他的態度 就是他不願意去做退讓 學生霸戰國本已經超過半個月 馬政府從剛開始的一步歪打 展開了絕地大 據傳剛上任的國安會秘書長 政府曾經理定法作戰計劃 兩週之內 清理戰場 雖然不問學生和群眾 卻得寸進尺 誓求疑變再變 能討勤不理 換句話說 他的確會讓同學人認為 總統都願意談了 但同學們得分進尺 不斷地加滿 他一直不斷在操作這樣的輿論 那我想知道他的輿論是 氣氛只有台灣社會大眾 我相信台灣所有共同朋友 大家不會那麼容易想到 因為很清楚的 從我們正在博會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出球都很明確 沒有改變過 那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馬政府要去操作那樣子的輿論 去分化群眾 去分化這整個運動 我覺得這些粗糙的做法 都只是在凸顯他不願意面對問題 那都只是在凸顯他的傲慢 我的道歉 會讓整個事件平和落幕 我三根八根我都跑起來道歉 張慶東委屈地說 他像是個犯錯的小孩 怎麼做都不對 如果一切可以回到3月17號的原點 同學們願意原諒他們 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說 國民黨在審查符貌的這個議題上面 他的態度轉變了4次 第一次先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只要送國會被查就完了 不用審查 然後再來在民眾壓力底下 又變成是超越協商結論出來 絕對是比較審查 然後又發生了這個張慶東30秒事件 在我們攻佔進到國會之後 他又轉變 他又變成是退回院會主條審查 院會 在壓力之下應該又有第五次 又有第五次變成是說 退回委員會 退回委員會 你可以看到馬政府的態度 是一直不斷在轉變的 是你們的抗爭得到了具體的回應 這不代表我們抗爭得到了具體的回應 怎麼不是呢 如果沒有你們的壓迫的話 他根本不會讓步 他根本不會一步一步的從院會退回到委員會 我認為我的理解反而是 就是因為在一個沒有法制基礎的情況底下 沒有制度化的法律規範的基礎底下 才會有容許他在那裡180度 每天在那邊轉變態度的這種做突變 我覺得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可是你當現實發生 這個目的不就是希望他能夠做出改變嗎 對 我們希望他能夠做出 那他做了改變 但重點就是他會這麼做的原因 凸顯了背後沒有法制的基礎 所以我們要求是應該要盡快的 有一個法制的基礎 讓這個兩岸協議結合條例 能夠盡速的法制化 林非凡堅持必須先立法再審查 行政院版本他們根本完全無法接受 談判再度陷入僵局 他說建民解放區 也因為關注程度越來越高 不再那麼簡單 誰想當東國人啊 我們是台灣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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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是要救我們冷靜的 就這樣關注冷靜的 我們就想當東國人啊 你們是誰啊 你們通過任何別無選擇 你不能衝了 你們就請問我們幫你衝啊 不要一直走在裡面打破呢 快點啊 打破呢 快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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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自己的軍動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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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們可以自己的軍動戰鬥 有些軍動戰鬥 快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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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也的確是哽咽 我身上也有四條案子 我還沒畢業 我在這個國會裡面 待了六年 我在前三天 從來沒有大廚過國會一場外面 甚至關在裡面 悶了三天 你卻在資訊的溝通上面 我們跟群眾是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直接公開的跟大家說明 我說沒有辦法公開跟大家說明的原因 是涉及到很核心的運動策略的問題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的一些仇罵 那些東西可能 他沒有辦法直接公開的去講 我說群眾會認為 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下一步在哪裡 群眾是有情緒的 那他們會希望有一個出口 我們每個人 你如果 有好的方法 有詹密的規劃 你想要去衝哪裡 願意負起責任 我們每個人 你們很清楚你們下一步在哪裡 當然對我們來講我們很清楚是說 現階段我們要的可能不是 再衝一次立法院 或是再衝一次哪裡 對我們來講我們最重要的是 持續守住國會的議場 歡迎 不要噪音 不要噪音 他去叫你拿聖結 我們可以檢查 你才規定我們要持哪一條的耳朵 拜託我們是犯了什麼法 晚上沒有人犯 睡了回家睡覺 我們躲到哪去了 請問你們 這是什麼聖結啊 這是什麼二整公民嗎 莫名其妙耶 對於那個 對住戶的部分 我們在這裡要再次表達我們的歉意 因為畢竟抗爭總是會有一些生意 那這部分真的是希望住戶能夠提亮 當學生運動不再獲得 社會一面黨的同情支持 運動的能量將急速摘得 包括是學生自己內部也出現了分化起見 反對林非凡陳維廷兩人的精英士領導 會希望說決策小組能夠在這方面 可以廣納外面 尤其是當初一起打下立法院的同辦的聲音 他說建民解放區也因為關注程度越來越高 不再這麼簡 我們當然知道說群眾運動本身 他需要不斷地去運動 他需要不斷地移動運動 他要有事情讓大家做 那群眾如果一直只是坐在那裡的話 群眾運動會死掉 沒有辦法出國 這點我們當然知道 但我們那時候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是 我們必須很冷靜的在當下很冷靜的 做一些政治判斷的工作去分析 總統府方面他們談的這些問題 他背後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我們應該如何會進一步的回應 所以我們會不希望同學們太早的就決定採取行動 或甚至有點盲動的要再繼續往前衝 行政運的事情我在事前就已經知道 比如說有一些同學大家要去行政院 當然我當時候知道的計劃是說 它是一個比較是快勝式的行動 就是說大家進到行政院的停車場那裡 就地坐下 那等著警方驅離這樣 並沒有要公開的行動 對 那 當然後來的運動是有點走掉了 有些突發的狀況 這部分跟你的理解可能有一些落差 因為如果只是一個快勝的行為的話 應該不需要帶到一些破壞的工具 這部分的事情其實實際上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在釐清這個狀況 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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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看到行政院那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行政院這場這場運動 它也是一場動命不復仇的一個很好的範例 佔領很深 它就是一場這個非武力的行動 就如同我們佔領國會一樣 攻佔行政院也是一場非武力的行動 那我覺得在非暴力的原則底下 它都應該要被容許 而且在非暴力的原則底下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行動是有益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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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部國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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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煽動學生 反對煽動學生 說下一個階段 當社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聲音出來 簡單地說 你覺得時間站在你這個地方嗎 我想時間不會站在任何人一遍 衛部國會運作 衛部國運作 反對煽動學生 反對煽動學生 其實社會運動 我要殲滅你 我就是在社會上 殲滅你的合理性 殲滅你的正常性 那當然你絕對 除非不可能把一個社會運動的正常性 從完全見面到零 但是只要讓你能夠崩解下來 就變成當選者的一個勝利 談判是需要籌碼的 再去國會是一個籌碼 我相信尋求更多的民意知識 也是一個籌碼 說下一個階段 當社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聲音出來 簡單地說 你覺得時間站在你這個地方嗎 我想時間不會站在任何人一遍 拖下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當然拖下去對我們來說 體力上 身體上是一個很大的消耗 但是 對馬政府的執政的正常性 跟他的執政的威脅 是完全是乘犯病 開始去崩解他們的第一步 就可以成功了 那這時候要是有些 幸好那些學生 當天的情緒控制還不錯 有些媽媽醜在門口說保護學生 不然的話 如果學生也衝撞上去而已 因為血氣方向的學生總是有 如果也衝撞上去 形成騷亂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 最後的國兵島裡面的那些機構裡面 最喜歡的事情 小心... 小心... 如果讓社會覺得你是騷亂 你是騷亂雖然不是你們造成的 但是你們留在這邊 我們也挺過你的 我也支持你 但是後一步怎麼樣不知道之後 你卻變成是社會騷亂的來源的時候 那他們的支持 或跟一些恐慌或一些恐懼 都會讓他們的支持開始往下過激 我想我們都很擔心 也不樂見一個情況 就是說整個議題被操作成 是藍綠同步之間的對比 但很顯然 現在有可能往這個方向去走 如果往這個方向去走的話 那麼福茂這個議題 就完完全全上是理性討論的空間了 我想馬英九或者金普通 不至於... 我用笨吧 笨到這個地步 會去找白狼來解決問題 那大概是不可思議的沒有智慧 如果這樣做 所以我不認為會 我是用這種邏輯啊 而且白狼的作為 我覺得對他自己有損 你看他昨天喊了口號 你們不配做中國人 雖然你們是中國人生出來的 生出來劣主啊 中國人不要你們 中國人不要你們 四點換取 他把他以自己做中國人來自豪 他忘記了一點 他之所以被... 就是說中國... 中國政府之所以讓他平平安安的回台灣 維護他的生意 就是因為中國希望用台灣人來反台灣人 台灣人才能夠影響台灣 中國人反福茂 中國人影響台灣人根本不重要 可是白狼卻以中國人的自居 那他的價值就不存在了 黑道滾蛋 黑道滾蛋 陳安樂先生 陳安樂先生 我是現場主任 發生正第一位體分局長當中 汪洋玲 請你們比心自助 你要幹嘛 你們還要爭取呢 你們有沒有爭取呢 你們有做過最壞的打算是什麼嗎 如果說他們有群眾硬是要衝進來 我想我們如果真的要衝進來的話 我們認為我們還是有辦法守住國會 但是我們希望的是任何的抗爭 無論是我們的抗爭還是他們的抗爭 我們都希望能夠維持一個和平被暴力的原則 那他如果現在他是要採取一個暴力行動對待同學的話 在這一點我們完全無法接受 所以我們其實昨天也有跟警方做協調 那我們知道警方也很盡力的要去區隔兩邊的人群 那事實上警方在處理不同抗爭群眾的 在同一個場合不同抗爭群眾 他們是有一定的這個guide line 就是他們自己的指導原則 那這一點上我們其實是並不用太過擔心 那些倉污倒就不要講了啦 你們在場是誰沒有倉污 我現在問你們這些地方委員 民進黨的你有沒有倉污 哪都沒有發覺過兄弟 黑道 晚上叫人家大哥 白天說黑道 你們沒有 你們每個都有 每個都有 你們每個晚上叫人家大哥叫大哥 白天罵黑道 晚上叫人家大哥 這都民進黨嘴臉 這場學生運動在整個過程當中 包括決策執行的過程當中 絕對沒有任何政黨的介入 沒有 完全沒有 在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 甚至連我們攻陣到國會裡面的時候 民進黨委員都還不知道 我們進到國會裡面 新聞媒體衝進來拍了畫面之後 畫面傳遞出去之後 朝野立委才知道說 大願贏因為我們國家 所以其實 我覺得企圖用這樣子去操作 我們跟民進黨之間的關係 或是跟在野黨的一些關係 我覺得這樣的抹黑其實非常粗糙 而且非常幼稚 它完全低估了 跟台灣社會對於這件事情的不滿 其實如果學生運動是要很純潔的 所以我的看法 我完全相反 學生運動要非常有政治判斷的能力 而且它要有它的政治計劃 對 在這一點上 企圖把學生運動操作成一個很純潔 我說純潔在某個意義底下 沒有錯 但是那個純潔本身是 是突顯它的震盪情 我們的確是因為一些束縛的陣營感 而走上街頭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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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會恨到 回歸的一天 不好意思 老爸 我們要支持你選總統之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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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的生命是學生運動 你在體肢外偷撞 對 你沒有想到有一天當你學會博士學分的朋友 你對於現行的待遇紀錄 感到顯往 有沒有可能進到體肢內去進行代表 我覺得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角色 不管是NGO團體 還是這種多學生社團 還是政黨 還是政治團體 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團體 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牽扯到 每個人的角色上 有自己的選擇 投入選舉當然也是一個選項 投入選舉是不是一個選項 坦白這樣 我覺得任何可能性都有 過去的我比較希望的是 能夠在全世界裡面 繼續做智障的演技 那這當然是我過去的一些想法 但現階段目前為止 未來該怎麼做 所以我還沒想到非常清楚 你猜一場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我猜一場第一天我就 十個月睡覺然後好好睡一覺 OK 好 我們希望你那趕快 OK 美鳳謝謝你 OK 謝謝你和我們一起關心台灣的未來 我們再會了